大家好这里是猪哥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富士的XHLS 从拍摄视频的角度 来聊一下 来胡说八道一下 过去我做过一期视频 具体说是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 介绍了我为啥会考虑选择XHLS 当时有网友就微喷我 觉得我连噪点也可以拿出来吹 但这确实就是XHLS 让我非常疯狂的地方 大家口味不同 我喜欢有质感的噪点 很多时候完美的画面 往往会让人觉得非常无聊 我非常喜欢使用经典镜头 锐度色彩肯定是不如现代的 高质量摄影镜头 但是我就涂的是它的瑕疵 应用得当会得到一些 非常难以后期出来的画面 而且老镜头没有自动对焦 在拍摄时 你会花更多时间去考虑一下如何拍 当你养成了思考的习惯 才能体会到 对视频拍摄的完全掌控 并不是用穷举法自动对焦 拍满一张又一张的记忆卡 后期来节选 那样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随着你拍摄经验的越来越多 我相信你会体会到有计划的拍摄 才会事半功倍 喜欢出歌或出歌视频的射手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 首先我先强调一点 我不会评价XHLS的自动对焦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买任何富士的 原厂镜头 我主要是转接EF卡口的镜头使用 不管是加兰的EF还是改造过后的经典脑镜头 需要自动对焦 我就使用大疆的RS3 Pro的电子稳定器上的激光雷达对焦 其实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结论 如果你想买一台性能非常丰满的视频机 特别接近电影机使用逻辑的微单 我不会太推荐富士的XHLS 我依然推荐的是松下的GH6 GH6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完整的微型电影机 从综合能力来说 我个人觉得 GH6是松下目前在视频微单方面最强的选项 没有之一 而XHLS更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偏科的学生 但它偏向的方向又是视频机最决定性的因素 那就是画质 这个视频我不会介绍如何使用XHLS 不会炫朗读菜单 因为内饰的视频太多了 我主要就是吹一下水 介绍一下 为啥我对XHLS是如此的中毒 而且我对富士微单也不是非常的熟悉 我就是类怒 6.2K PORES 42 FLOG2帧率控制在30帧或者以内 因为我需要使用它的14比特的读出模式 256GB的卡大概能怒至15分钟 同时用一个5寸的外间屏来监看 比如看波形图来曝光 那机内的斑马线是设定在85% 而且它的斑马线是可以输出到 通过HDMI输出到外部监视器上 它的HDMI的画面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的之后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看机身的显示器了 同时对焦放大也能输出到外部监视器 而且反应非常迅速 在内录时一定要把锐度关到复视 高ISO降噪关到复视 针尖降噪关闭 得到最原汁原味的文件 那后期的空间更大 如果你不拍FLOG2使用的是别的图片格式 那这期视频也许就不适合你了 我使用视频机的原则就是不管使用和后期有多么的复杂 也要最大程度的榨取最好的画质 XHLS我用了一个铁某的兔龙 兔龙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多半是巧合 就是它的上部有足够的空间 让我可以握住兔龙和镜头乘90度夹角 而通常的醍醐手柄和镜头方向是一致的 如果你手动对焦旋转镜头的对焦环 特别一些阻尼很大的老镜头的对焦环 机身就会产生一定的扭逆而晃动 直接这么握住兔龙 在操作上至少对于我的使用习惯来说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晃动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使用 没有信息交流的手动镜头 那一定要在菜单中把 无镜头拍摄打开 不然相机就是一坨废铁 而刚拿到机器时我找了很久 貌似无法把峰值对焦的开关映射到快捷键 后来我发现在长按NF按的按钮后 就能开启或者关闭峰值对焦 XHLS在一些老的固件下 机身显示器的效果简直就是一坨屎 色彩非常不准 画面非常的糊 当你打开峰值对焦或者开启了机内降噪以后 那才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 实在看不清楚到底拍的是啥 它的峰值对焦不光给合胶区域上色 而且还有一定的边缘锐化 就对焦本身来说吧 这是非常好的设计 特别在外肩上边缘锐化加上上色是非常有用的功能 但是微单的屏幕只有三寸 如果锐化效果太强反而会弄巧成拙 幸好群里有一位叫做低能儿的摄影大神 提醒我说有新固件了 在固件升级以后 峰值毁灭画面的强度有所下降 那现在看上去吧 还凑合还不错 它的峰值对焦可以通过HDMI输出到外部监视器 比如这次内录的视频画质非常的棒 这也是为啥我为他掏腰包的根本原因 而这是峰值对焦开启或者关闭外部监视器的同步的录屏 不管峰值对焦有没有开启 外界屏上不光画质比较烂 还有海量的噪点 但完全没有影响到内录的视频 就算是在5寸这种比较小的外界上 它的噪点也太明显了 我猜想吧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基本上没有滞后的监看画面 而松下SV单的HDMI的监看之后就非常明显 富士XHRS的监看虽然是一个问题 每次监看时把屏幕看上去非常的郁闷 但想想拍出来的画面会美如画 还是很满足的 我个人对全画幅V单的视频拍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谨慎太浅了 同样F2.8的光孔 超35或者M43在很多情况下 比全画幅能够揭示出更多的信息 在视频拍摄时并不是说全画幅高ISO噪点少 就能随意提高ISO用小光圈来展示更多的景深 除了索尼HS3一类的低像素V单 大部分全画幅V单动态范围 基本上和富士的XHRS在同一个档次 你提高ISO并没有优势 现在的视频V单看的是性照比而不是画幅的大小 比如超35画幅的爱妮莎35动态范围 轻松把全画幅V单甚至电影机团灭了 对了什么是超35格式 有很多人问过我 在四孔胶片上超35的尺寸大概是24.9x18.7毫米 宽度比索尼的APS-Z要稍微大一点 而爱妮莎35的传感器的尺寸达到了28x19.2毫米 也就是比传统的超35和APS-Z都要大一圈 同时阿莱爱妮莎35的出世 再次说明了超35依然是电影机最主流的格式 所以不要再纠缠在富士XHLS的画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其实只需要一个真光剪较环 XHLS就是一台全幅V单 我在上个视频中反复讲过 XHLS的F-Log2 在14bit ADC模式的欠保情况下 都能得到美如画的画质 这在全幅V单 Late Senior NOG拍摄时 过去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它的弱光的Log拍摄非常牛逼 富士XHLS是通过提高魔术转换器的分辨率 提高动态范围而不是疯狂的内部降噪 希望这是未来所有视频V单的主流趋势 有的V单有更好的传感器的光谱响应曲线 有的V单有更好的色彩科学 有的V单有更好的文件编码 我感觉富士XHLS三者都有 富士传感器虽然是索尼生产的 但是和索尼传感器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彩色滤镜矩阵 大多数V单的滤镜矩阵都是2x2的贝尔矩阵 而富士是6x6的矩阵 它的规律没有贝尔那么明显 所以遇到摩尔文的概率就要小一些 富士XHLS使用的是第5代的X-Trans传感器 色彩还原非常非常棒 特别对肤色的还原 对于电影机来说 肤色还原和分离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比如RED的DSMCL二代机的红龙 它可以更换低通滤镜 其中有一款就是肤色还原的低通 它能让光谱上的肤色还原色接过度的更加的精确 当然就算你的传感器的光谱响应再牛逼 也可以被一个垃圾镜头轻松摧毁 至于哪些镜头垃圾 我肯定是不会告诉你的 相对于XHLS的色彩科学 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松下的色彩科学 特别GH6 但在我使用的这么一段时间后 我感觉富士提供的 FLOG2转HDR的那个LUT的效果非常好 然后稍微使用一下我自己的肤色修正NUT 只需要50%左右的强度 就能得到非常满意的结果 在网上忽悠一下网友是游刃有余了 那这两个肤色修正NUT在下面的连接中都有下载 一个是暖色 一个是中性色温 那XHLS还能录制6.2K的PORES 对于我来说吧 虽然它的数据量惊人 但依然是我的首选 这么我在后期时就不用先转成PORES 可以直接编辑 那我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为了节约空间 它还可以内录PORES422的LT 而GH6的PORES 并不能录制这种最神牛的PORES格式 富士XHLS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提升 就是它的卷帘的快门的速度俗称果冻 XHLS使用的是一块有被造技术的堆栈结构的传感器 6.2K 14bit 3比2开门模式 读出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帧11.6毫秒 优异的索尼HS3在16比9的4K模式下是8.7毫秒 爱妮莎35在4.6K 3比2开门模式是7.9毫秒 而12bit独处的XHLS达到了惊人的5.6毫秒 卷帘快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台机器的手持能力的好坏 运动能力的好坏 微单拍视频最实用的功能之一就是Ibis 5轴防抖 5轴防抖确实可以防抖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抵消微单的果冻效应 毕竟大部分微单使用的传感器目前依然主要是为拍照而设计的 就算有5轴防抖 当你过度移动相机或者使用广角镜头 视频中除了相机的自然摆动 还会有画面的扭曲 后期无法修复的扭曲 富士的XHLS的手持感非常棒 比如这个视频就是手持跟拍的 画面中当然会有行走带来的晃动 但是画幅中把特别四周基本上看不到扭曲形变非常的自然 而且我感觉它的5轴防抖发挥的也不错 没有过度干预 但我这里使用的都是等效加距30毫米上的镜头 那使用广角头我建议你把5轴防抖给关了在手持拍摄 后期加入稳定效果 因为它的果冻控制是非常出色的 那优秀的色彩加上微弱的果冻最高可以录制PORES 42HQ XHLS在画质上是非常具有挑战入门甚至终端电影机的本钱 和大部分主流微单一样它还可以通过HDMI的外怒 V-RAW或者PORES RAW 目前我还没试过我对它的内怒的视频质感已经非常满意了 那富士的XHLS除了画质 问题就有点多了相机的监看是最大的问题 6.2K只有3比2的开门模式 而没有常用的6.2K 16比9或者17比9 它也没有角度快门 那F-Log2目前支持太少了 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去探索 作为主打视频拍摄的微单 它的视频曝光辅助基本上就只有斑马线 而且还是非常简单基本的斑马线 对于喜欢使用手动镜头的射手 它的五轴防抖的手动焦距设定非常麻烦 每次都要进很深的菜单才能修改设定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别的办法 而索尼微单可以直接把焦距修改映射到一个快捷键 可以快速修改焦距 甚至让没有电子交流的经典脑变焦镜头的使用也非常方便 X-HRS虽然有3比2的开门模式 但感觉它对变性镜头好像完全没有支持 反挤压显示或者专门为变性头而改进的五周防抖 目前都不存在 其实从对这些功能的吐槽你能看出 我肯定是松下的忠实用户 既然X-HRS主打的是视频又有如此好的画质 为啥不多添一些有利于拍摄视频的小功能 虽然这些功能其实用一个外部减持器就能完全解决 那富士的X-HRS并不是我的第一台富士微单 过去我短暂的使用过XT3 但是X-HRS完全颠覆了我对富士拍视频的印象 如果你喜欢后期这台微单的视频拍摄 潜力非常恐怖 但就从拍摄过程的易用性和全面性而言 富士比松下还是差太远了 如果你追求的是极度的易用性 那松下和富士都不如索尼 甚至索尼的FX30实在是太好用了 最近用的我是哈哈大小 爱不释手 你们现在看到的ARO就是FX30拍的 我肯定是推荐富士的X-HRS的 如果你有一定的视频拍摄基础 后期基础 你会觉得这台机器是异常的牛逼 目前看来吧 我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影机 从去年的松下S5变成了今年的GH6或者 X-HRS 这期开头时我提到过GH6作为一个整体 是我最喜欢的视频为单 但是X-HRS的画质实在是太出色了 特别是质感 很难不考虑 到底买哪一台适合于你 你两台最好都买来对比使用一下 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同时也可以造福在海鲜市场 蹲点的射手们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